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走出你人生的低谷 有一位女学品牌创办人 名字叫做刘韵俊 在大学逼后 便和当时的男朋友及朋友 合伙开设了一间室内设计公司 之后和男友两人分别创业 各自拥有事业 并一同走入婚姻 婚后夫妻感情很好 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事业也很成功跨足到大陆 但没想到美满顺遂的人生 却因为公司被客户倒在四千万 刘韵俊不得不变卖房子 请进所有的资产 储蓄来偿还债务 一夕之间人生从巅峰翻落谷底 因着事业的失败 刘韵俊和丈夫经常争吵 甚至彼此失去信任 最后更因丈夫外遇 夫妻两人已离婚收场 当时刘韵俊的二姐不断地关心她 为她祷告 并且邀请她去教会 刘韵俊说在聚会中 她的眼泪一直流不停 一开始感觉不知所措 但心中却很平静 接下来的日子 因着认识上帝 刘韵俊不再靠自己掌握人生 她开始学习放手去依靠上帝 并且相信上帝对她的人生 一定会有最美的安排和计划 而上帝也在短时间内 为她开启另外一扇门 有许多人提供资源 鼓励 并且支持她 发挥擅长的专业设计 自创女鞋品牌 并且在两年内 就成功地进入百货公司 设立专柜 为此 刘韵俊感谢上帝 让她失去的 曾经所拥有的一切 才使得她能够遇见 这位胜过世上一切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 生命里会有困苦 人生的道路会遇到阻碍挫折 但上帝便能够使你 在生命的困难当中 在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之后 更有韧度 更刚强 有力量 圣经上也提到 诗人在困苦当中 曾感谢上帝说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宽广 每一个人的一生 都有可能面临绝望 心碎 失败 或失去的时候 但人生的重点 不是我在困苦中 而是上帝使我宽广 就如同故事中的刘韵俊 就是在他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重新遇见上帝 也因此 他的生命不再愁苦叹息 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不仅从过去的失败中站立起来 并且更壮大 更丰富 重新拥有自创的品牌 和成功的私益 亲爱的朋友 在人的尽头 就是上帝的起头 现今你所遇到的处境 你的困苦 上帝都知道 上帝对你的人生 有最好的安排 他也会帮助你 从失败中再次站立起来 今天鼓励你 学习放手来依靠上帝 相信上帝必会成为 你人生道路的指引 会带领你人生的方向 使你也能够进入上帝 为你预备美好人生的计划里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